宇凤行这部剧的正片播放量已经超过10亿, 与赵丽颖和演电影《在人间》的演员被质疑。 宇凤行正在热播中,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在《人间》官方突然官宣,赵丽颖将出演这部剧, 随后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但看到搭档的男演员后, 网友们都忍不住问,他是谁? 其实,这位演员来头不小,你们知道吗? 宇凤行是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这部剧刚官宣开播的时候就获得网友的关注, 随着剧情更新,这部剧的热度和关注度越来越高, 目前,这部剧的正片播放量已经超过10亿, 再次证明赵丽颖的扛剧能力。 在这部剧中,赵丽颖饰演的是王爷沈黎, 这个角色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并且意志非常坚定, 就算面对困境,他也不会放弃, 而是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样的人设让赵丽颖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3月31日,在人间官方突然发出消息, 官宣主演阵容,随后网上传出在人间的开机照片, 在这部剧中,赵丽颖饰演的是贾小朵, 她是徐天体内众多富人格中的一员, 看到赵丽颖饰演的角色后, 很多网友都非常好奇这部剧讲述的是什么。 在人间是以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徐天为中心, 她从自己的医生口中得知, 自己竟然还有六重人格, 而贾小朵与其他五个人格一样, 都相信自己是唯一的。 虽然贾小朵不够强大, 但她却比较活跃, 所以心理医生想让贾小朵驱除其他人格, 当她努力地消灭其他人格的时候,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最后她要将自己驱除。 从在人间的故事简介上看, 我们可以确定这部剧是一部都市悬疑剧, 对于观众们来说, 多重性格题材的电视剧并不常见, 所以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在人间的女主角是赵丽颖, 所以这部剧刚官宣就获得极高的关注度, 但看到男主是银访的时候, 网友们就忍不住问, 她是谁? 银访并不是一位新人演员, 而是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好多年,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电影作品有, 一点就到家红海行动蓝色骨头飞驰人生少年的你等, 电视剧作品有, 一人之下二亲爱的生命欢颜天下长河等, 看到她作品的网友都认为, 她的演技是真挚, 真实, 非常入戏, 不像眼的, 通过这几个形容词, 我们可以确定, 银访是贴近现实生活且有力量的, 在人间不是偶像剧, 所以没必要搭配一个长相十分帅气的男主, 片方主要考虑的是男演员的演技要扎实, 必须能接住赵丽颖的戏, 不然在拍摄的过程中, 赵丽颖的表演就会比较吃力, 看到银访的照片后, 很多网友都表示, 她有些类似于幸福到万家中的男主角, 也就是和幸福的丈夫王庆来, 这部剧播出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吐槽王庆来太丑, 配不上和幸福, 但随着剧情更新, 越来越多的网友发现王庆来的演技, 而饰演王庆来的唐层也获得关注, 片方既然能让赵丽颖来当主角, 这部剧的质量必定有保证, 所以男主演的演技必须要过关, 所以我们无需担心影坊的演技问题。 在人间已经开始拍摄, 相信不久后就会与观众见面, 各位读者, 看到在人间的主演阵容, 你们期待这部剧吗? 与凤行这部由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这部剧以其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阵容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 在官方正式播出后迅速成为热门话题。 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和精彩的演出, 这部剧的知名度和关注度不断攀升。 目前, 其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亿, 刷新了新的记录, 再次证明了赵丽颖在影视作品中的巨大号赵丽和演技实力。 与凤行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古装剧, 它融合了精彩的神话元素和深刻的人物塑造, 让观众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古代传奇故事的魅力。 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出色表演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无限的看点和吸引力。 此外, 在《人间》等赵丽颖的新作也备受期待, 她的表现和演技也将成为观众们关注的焦点。 相信在未来, 赵丽颖将会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为我们呈现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王一博网球场自拍清爽帅气, 为若来泪洒球场, 信念逐渐复苏。 王一博拓宽心爱好打网球后, 随即官宣成为法国鳄鱼全球代言人, 许久未见的王一博, 居然送来了网球场自拍, 早春穿搭清爽又帅气。 这是三月份王一博出发巴黎时装周期间拍摄的, 在网球场不仅玩了打网球, 还顺带着拍了不少的物料, 看到王一博自拍的, 很直男的镜头角度, 对脸都这么帅气, 果然颜值扛打的男生, 就是这么不在乎镜头, 怎么拍都好看。 王一博妥妥的运动戏少年, 有始不完的牛进在身上, 总会忙里偷闲开发新爱好, 用王一博的话说, 就是爱好广泛, 有兴趣了, 就会很专注, 去研究一段时间, 又会谦虚地说自己也就是皮毛, 根本不惊。 这次王一博网球场自拍, 明显心情很好, 开心地对着镜头晒网球拍, 哪怕只有7秒钟, 都可以感受到他很开心。 王一博这次的穿搭很清晰, 运动戏少年的济世感, 眨起的头发, 淡蓝色位翼搭配黑白条纹衫, 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携手法国鳄鱼, 堪称银麻的节奏。 这次巴黎时装周的牌面, 王一博可算是给我们国人争光, 全球推送这张东方面孔, 更是登上市区, 让时尚圈都为之颤抖。 好了, 王一博自拍给了我们惊喜, 他的作品更是掳获了我们的心, 那就是金融乃恶未若来。 随着剧情的推进, 开阅的桥段来了, 既然要写民国, 自然不会少不了的就是信仰, 从三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我们看到了底层人民的觉醒, 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魏若来这个小白花, 刚进入央行, 获得审途男的器重没多久, 就因为国党的不作为, 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而信仰灯他, 看着自己挚友阿文从楼顶一跃而下的那一刻, 他哭到浑身颤抖。 很多人看完这段戏, 不由自主跟着魏若来而悲伤不已, 感叹那个痴人的年代, 老百姓是何其艰难, 庆幸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这段戏王一博演得很投入, 台词来回都背得滚瓜烂熟, 更是在表演上, 哭得声嘶力竭, 浑身颤抖, 他的这段表演, 堪称这部戏的高光时刻, 更是剧情发展的转折点。 魏若来的思想开始觉醒, 曾经的信仰是审途南河三民主义, 也随着师徒分道扬镳, 信仰灯塌, 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重塑, 整个剧情开启新的发展, 魏若来成长了, 开始自己的商界逆袭之路。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这段时间, 沉浸在魏若来的蜜糖罐里无法自拔, 都快把王一博给忘记了, 如果不是这个自拍, 如此清爽干净, 瞬间把人给拉了回来, 要不然魏若来就要霸占我们摩托大军的高地, 驰骋粉圈了。 现在很多人都化身追风人, 对于剧情各种的高谈阔论, 热度确实不低, 这么高的热度下, 大家发现, 很多人还是对王一博带有偏见, 这个不足为奇。 王一博已经用作品替自己证明了, 他虽然是流量, 却配得上顶端级的流量, 没有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 观众的口碑也逐渐扭转。 去年无名上映, 会有太多的质疑声, 可是随后的热烈长空的上映, 都扭转了不少的影迷, 他的演技逐渐被大家认可, 说实话追风者是王一博演技分水岭的一部作品, 相信的作品, 他会给我们呈现更多的惊喜。 自然就要说一下他的电影《人鱼》, 这部文艺片的作品, 更是考验演技的, 相信上映后, 昔日对王一博评头论足的那些人, 会逐渐哑口无言, 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一路破花, 继续陪伴。 王一博通过他的作品证明了他的实力, 尽管他是一个新人, 但他绝对配得上最顶尖的明星。 他不仅满足了观众对他的期待, 而且逐渐改变了公众对他的看法。 最近, 王一博在网球场自拍的照片, 清爽又帅气, 展现了他的阳光与自信。 与此同时, 在追风者中, 他的角色魏若来也展现出了令人动容的一面, 这种对角色的诠释让人感受到了他的信念和力量。 无论是在戏剧作品中, 还是在生活中, 王一博都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尊敬的艺人。 相信他未来的发展会更加精彩,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的表现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